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进博会的汽车展区 汽车展区可以说是进博会的一大热门展区 因为在这里会有多款靓车精彩亮相 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款红色的跑车 这款跑车是美国国保级超跑 雪佛兰科尔维特运动跑车 也迎来了亚洲首发 在电驱系统的强力辅助下 这辆车在起步、弯道和直线超越的时候 都可以有强大的加速爆发力 绿色是汽车展区的一大的特点 好像在镜头可以看到的这一辆蓝色的皮卡 就是索罗德纯电皮卡 实现了皮卡在纯电领域的创新 汽车展区多个展位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纯电汽车的身影 汽车展区是进博会企业展的六大展区之一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头戏 这届企业展的质效显著提升 展览的面积是约36.7万平方米 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 都创了新高 展览规模更大 展商质量都更高 某次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多个展位 都是吸引了参展的观众在了解产品 去了解市场的趋势 企业展也是展区设置优化 新品是集中亮相的 有超过400项的新产品 新技术和新服务 是迎你全球的首发 亚洲首展和中国的首售 进博会亦都可以看到 有汇聚全球的舌尖上的美食 以及国际潮流新吹石都可以看到 展会亦都是为全球企业 在中国的展示 突建了平台共享中国市场的机遇 现场的报道是这么多 下面交给新闻部